嘿呦,大家好,欢迎来到学到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会一起讨论 四年级科学PPSR4B第七以及第八页的习题啦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好啦,那我们看到第七页 这边有试卷二回答以下的问题 那在第一题A这边呢,下图就显示啊 能的来源 那在第一和第二这边呢,我们要写出正确的答案 那这边我们看到有水 有风 有太阳 有海浪 有核燃料 诶,那还有什么能的来源呢? 我们可以找到 还有生物质,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化石燃料 所以生物质就是动物的粪便啊 或者是枯叶,枯枝这些之类的 然后化石燃料就包括了天然气啊 石油等 好的,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咯 下来B这边 下图就显示了一个人造卫星 Satellite OK 那人造卫星是使用哪种能源来操作的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它这两个好像翅膀这样子,对不对? 其实啊,就是太阳能电板来的 所以,人造卫星其实是使用了太阳 太阳就是它的能源来操作这个人造卫星的 好的,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咯 C 下图显示一个男生正在投篮 那要投篮的时候,大家有玩过篮球的话 你就知道拿着那个球要瞄准那个篮框 然后我们就射出去,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要写出一种啊 一种罢了啊 图中的篮球所具有的能的形式 所以这一边呢,它只要求一种 但是有两个篮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瞄准的时候就有势能 那当我们发射出去的时候 它就有动能,可以吗? 所以你写这两个其中一个呢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动能或者是势能 你选一个来写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咯 2A这边下图就显示了 志豪正在进行游戏 诶,它玩什么游戏? 你看它站在不远处这个地方呢 它拿这个弹弓 plastic,对不对? 它要射什么? 它要射这个铝罐 啊,所以 当它发射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弹弓发射出来的那个弹子 打中这个铝罐的时候 铝罐就会被击中 然后倒下 倒在地上就有 砰砰砰砰的声音,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题目咯 当志豪拉紧弹弓时 弹弓具有什么能? 然后捐出正确的弹 这就好像要射射这样子,对不对? 我们拉那个弓,对吗? 然后这个时候有什么能? 有势能 然后当我们放手的时候 那个射就射出去了,对吗? 所以呢 那个射射出去 那个是动能来的 所以这边它问的是 拉紧弹弓时 弹弓具有什么能? 所以这一边答案就是 是能 没错了 OK吗? 所以这题是能 好,那写出 当志豪放手后 这一题它是问 所以每次我们看试卷2的时候呢 我们找看题目要什么 它的关键值是什么 所以这边它要我们写能的转换 还记得吗? 能的转换很关键很关键的 一定要有 箭头 假如同时出现的话 就要写个加号,对吗? 那还不懂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以上的这个连接 有关系到能的转换的这个视频 好的,那答案会是什么呢? 所以这边可以简介大家的就是 我们拉的时候呢 是有势能 防守的时候 那个单子弹出去的时候 是有动能 最后击中了铝罐 铝罐跌在地上 你听到有声音 那个就是声能 OK 那我可以这样子写这个答案吗? 我这样子写的话呢是 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必须要有箭头 OK吗? 才能显示出能是从哪一种能 转换到哪一种能 所以视能是要转换去动能的 OK 那动能呢 才会转换成升能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视能 箭头去动能 再箭头过去升能的 好的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B的这边 下图显示一个无需使用变能 也能够移动的玩具车 哇 这样强了 不用变也可以移动的 好 那么这个汽车它是怎样的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是有气球的 这个气球呢 原本是比较大的 它已经吹了大大哥的 然后它一放手 这个吸管就接着它了 它放手了过后 这个气球里面的空气啊 就会从吸管这边排出去 就会使到这个车呢 能够移动 alright 那我们看看题目咯 一 图中的玩具车移动 所使用的能源是什么? 看到没有? 它要我们找能源 所以这个它的能源是什么? 它用的是风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了 气球里面的这个空气呢 它就冲出来 通过吸管冲出来 这个就有这个风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能源就是风 它能够让玩具车移动的 好 第二这边呢 玩具车移动时 具有哪种能的形式 选择正确的答案 画钩 所以当它动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形式? 很明显对不对? 这题答案就是 动能 very good 所以我们在这边画个钩就可以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玩具车移动的时候呢 它只有动能 它没有生能 它也没有牵涉到化学能的 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有关四年级 科学PPSR4B作业里 第七 和第八页的洗涕讨论啦 你学到了吗? 既然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以手做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哦 假如想要学到更多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的官方网站 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